而为了了解花莲生殖绿能发展 并且能够减少畜牧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冲突 乃至于取得两者间的平衡共融 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在总召杨华美 副召林玉芬议员等带领小组成员 在现环保局的陪同下 下乡到了玉礼镇考察普什格畜牧生殖能源中心 与业者双向沟通一间交换 玉礼镇福什格畜牧生殖中心2022年6月 正式把畜牧业黄金变绿金 发电厂运作正好满一年效益又是如何 县议会保安小组关注在现环保局的陪同下 13号特别到场考察 听取新业公司副总经理的简报 并参观整座早期发电厂的运作情形 像这边你说基本上我们看到什么会高 管线密闭这是一定非常重要 因为它一部空间它就会删除 不仅是花莲第一座绿能生殖中心 更是全国首座畜牧粪酿早期发电厂 而营运满周年保安小组成员傅国渊 特别关注早扎早易回贯农田 水质与土壤相关的监控机制 它长期这样子下来会不会有过量的部分 它的早扎早易往哪里走 我们环保局你要管控的很注意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按照它的工作计划 然后包括大型车辆的申请 这样去了解它的早扎早易的流向是不是 整日定期的土壤跟地下水的监测 小组成员财经议员特别就与八店中心合作 包括瑞穗尤其光复九豪牧场在内的虚母业 排泄物载运以及日产量 与生殖中心讨论交换意见 量啊就是大概有多少 可以大概让我们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前阵子应该这样讲 因为在太阳部落很多主人也非常 他自己会定时先抽到他的车子里面 不要让他一直在那边停留太久 他先抽到他的车子里面 有点像储存一样啦 我刚刚讲的这东西就是 仪真是储存就比较没有味道 那我车子去的时候呢 再从他的车子上面抽过来 主持这场考察会议的县议会保安小组 附召林玉芬议员 除了是提出厂区防证防台等各项安全措施 也关注营营运年多来的成效 以及未来厂区发展 因为这边是属于早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气体啊 所以这个早期的这个运输的这个监测 有没有漏气啊有没有这个部分 待会请说明 那脚管器会不会泄漏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从仪器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管线里面都有做一些压力表 压力表会回到我们的讯号管线里面 从压力表可以看到看到有没有泄漏 再来就是说物理上来讲 我们简单做几个叫做水风 水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帽泡 这是要物理上的方法 好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周界 我们周界在上面局部地方 我们做一个叫做可燃性气体的监测 如果今天有盛漏的话 在周界的可燃性气体 你可以看得到它会有 有那个数值 数值也会连到我们的控制室里面 最后最后一个 我们巡场的考读 其实他们都会定期要去巡 接缝的地方 另外南区其他县议员 包括黄灵兰金淑敏 特别到场关心 进一步了解申职中心 与在地资源结合的情形 而面对议会保安小组专业 深度且广度精准的议题范围 且重要点 申职中心副总经理 刘志忠高度肯定 双方就各项议题 交换意见互动热络 是多少 然后你们预期的是要多少 那目前营运的应该是非常好 我看你都笑眉眉的 那这个运转时数赶快 百分之八十 其实就我了解 是畜牧场 这种畜牧场 早期发电 几乎是全国最高的 可以让发电之降 一直运转 几乎是全国最高 普世格续产生 生殖能源中心 营运周年 减费节能效能备受肯定 现在也成为东台湾 非常重要的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目前也计划在瑞瑟湘 投入更多经费 建制第二座 序幕生殖能源中心 现应会保安小组也全面贯注 记者是玉兰 玉立正采访报导